9月11日,多个香港团体来到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驻地九龙维京酒店 向支援队队员们送上心意卡,表达市民的感谢 当日下午3点左右,市民们自发来到酒店门口 他们拉起写着感谢您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的横幅 手捧鲜花,将带有香港市民感激之意的心意卡送上酒店,交到支援队队员手上 香港成员会主席邓德成称 此行初衷是很多市民希望向支援队表达谢意,却苦于没有途径 所以他希望能带上市民心意,为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打起 短短两天,其实我们收到厚厚一达的心意卡,真的很感动 我们通过这些心意卡,很清楚看到 其实香港市民是非常支持这次核酸支援队 有朋自远方来,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很温暖的感觉 所以今天我们就带同了鲜花、心意卡 邓德成称,支援队的气氛热烈,让人深受感动 市民与支援队之间的互动,是残酷疫情下的一丝温暖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们的逆行远港,更让他动容 原来有两位,本来是九月结婚的,他就为了因为有这样的任务 就推后了婚礼,甚至把那些请帖,发出的请帖都收回来 我觉得这件事令人非常非常感动,刚才在我们聊天之间 是掌声雷动的这件事,大家都觉得很感动 当天,亦有不少立法会议员写市民祝福和心意前往 香港立法会议员周浩鼎称,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的到来 大大提升香港的核酸检测能力和效率,为全民检测提供很大帮助 立法会议员陈恒彬亦谴责近日少部分反对派抹黑内地支援队的言论 呼吁大家齐心抗议,香港早日走出异警 国家卫健委派出来检测队,他们用他们的专业,用他们的能力 去帮我们找出隐形的传播链 所以任何的抹黑和任何的指杀是不公自破的 所有去参与这个检测的人都保持着 为香港可以走出疫境的心 所以我们有检测的市民,我相信我们已经尽了很大的力 但如果我们没办法走出疫境,他们要负全责任 希望香港人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团结,可以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